在一个极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上 一个勇敢追求猛下的学生 知识之旅 出过留学和旅行的经历 你听说过巴雷多元子吗 他解释了80%的小国 是来自于近近20%的奴隶 来吧 让我高兴你 他的20%是怎么来的 知识梅华 一个坚定而穿著的学生 曾在这份抵制备大的 含义水平考试 他知道 这次考试 在他的履重中 意义重大 他也知道 学习汉语 不仅仅是体力智慧和语法规则 而是要让自己深清在 丰富的中国语言和文化中 他不知道的是 这张词是伟大 他该信息节的一半要识 就这样 他的世界即将发生变化 他突然意识到 一个非凡的毛线即将开始 在国外学习 他发现自己被赤色和许多体会包围 只是证为 他的智南针直到他的晚正正已转叠的旅程 最近在翻画的美蒙故事 他情形了一些毛线 除了脚和素质外 他还从大遇到的人身上学习 他遇到了了不起的人和朋友 他包容传动 以及他们文化的丰富质地 他也知道 中国的文化是多么丰富 它是美于各种味道和香气 并为之美式的乐趣 这是他第一次挣脱我不货吃的兴奋 在他的生命中 从未知道 有一天 他会搬到世界的灵异端 体验这种感觉 他对女蒙古文化的单作 吃他变得更加俊重和热爱 每一种文化 中国生活上的起步 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 吃他变成更加成熟 他完全没有想到 他所做的20%的努力 可以是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和地验到普通的冒险 汉语水平考试 不仅关乎语言能力 也是自我提升 关乎探索和个人尝尝 无敌动之路的开始 是我们能够出过旅学 旅行 认识来自建筑各地的人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见证了 调与朝阅过节的力量 来吧 和我一起当做 让世界成为我们最终的老师 如果旅学 和旅行的旅程 在看得开始